我们要做题目 手持弹簧一端振动两次 然后呢 波长0.5公尺 请问你频率有多少和周期有多少秒 波数有多大 一个 频率 老师前面交代过什么叫频率 频率是一秒钟振动几次 什么叫做周期 周期是一次振动一次要几秒钟 题目已经告诉我 一秒振动几次 两次 所以很正常就几个 两个 题目就已经写给我了 每秒振动两次 就表示频率是两个 一秒钟振动几次就叫做频率 所以题目已经写了 每秒振动两次 所以二就是两个 很好 那请问你周期 周期是多少 周期应该是多少 多少勒 过来 7-7 校 频率是两败 7-7 不知 二九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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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前面跟你讲过一个重要关系 我说你要背什么关系 周期跟频率互为导数 所以我曾经告诉过你 屏幕告诉你周期告诉你频率 告诉你频率告诉你周期 因为周期跟频率互为导数 刚才已经知道频率多少 两赫 所以周期要怎么办 二分之一 零点五秒 单位不一样 频率的单位是赫 周期单位是秒 但数字上叫做互为导数 数字上要互为导数 所以就零点五秒 OK吗 好 那波数 我先问 两个人起来 我先问 波数公式 算波数的公式 我前面交错了 为什么你要背 距离处理时间是所有的都这样算 任何数字都是距离处理时间 但在算波的时候 我会用的是什么波长啊周期啊 频率啊政府啊 来去算波数 有什么关系 不会 说这样 我们当初讲了两个公式 一个叫做 波长除以周期 一个叫做 频率乘以波长 所以频率乘波长 大家知道频率多少 2 波长呢 题目有写 0.5公尺 所以2乘0.5叫做 1 所以每秒1公尺 所以它的速度是每秒1公尺 这样子问有问题了吗 就带公式就好 带什么公式 一个叫做 波长除以周期 周期分之波长 一个叫做频率乘以波长 这次用来算波数公式 波数等于波长除以周期 等于频率乘以波长 V等于T分之浪长 等于F等于浪长 浪长叫波长 T叫做周期 F叫频率 背好 OK吗 可以吗 可以 好 换你们问 这里有个波 上面说每秒震动三个 每一秒会产生三个完整的波 然后长相长这样 请问你三个问题 一问频率 二问波长 三问波数 请问你 来那两个大哥起立 频率 那个图是每一秒震动三次 反正那样的结局 对它频率有多少 老师刚才说 所谓的周期就是震动一次要几秒 老师刚才说 所谓的频率就是一秒会震动几次 所以 这个题目的频率多大 谁说 你说吗 你说三吗 单位叫做什么 你说 单位叫做贺 你说 单位叫做贺 所以它的频率叫做 波长呢 波长就是一个全波的长度 一个全波有多长就是波长 几根 图上跨了一个150公分 波长波长 底部上跨了一个150公分 波长波长 波长 你不见 50 你说 50 波长是 50 为什么是50 因为这边有一个坡 两个坡 三个坡 这个图上面有三个坡 三个坡的长度是150 谁有坡上多少 50 那这样子我就可以算出坡数了 这样子我就可以算出坡数了 坡数有多大 带哥提起来 对 波数有多大 波数多大 频率是3 坡长是50 频率是32 坡长是50公分 坡数了 刚刚跟你说的带公式就会了 一路大 怎么算出来了 怎么算出来了 你坐 坡数是频率乘以 坡数是频率乘以 波长 频率是3 波长50 3乘50 叫做150 这边的单位是 秒跟公分 所以每秒150公分 请问 有人有问题了吗 请问有人有问题了吗 没有